同学们,你们好。 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张老师。 请同学们准备好语文书、铅笔、橡皮和练习本。 我们要开始上课了。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一分钟。 同学们不仅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还积累了很多词语呢。 轻轻打开语文书,八十五页,我们一起再读读课文。 十六 一分钟 叮铃铃 闹钟响了,圆圆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心想,再睡一分钟吧,就睡一分钟,不会迟到的。 过了一分钟,圆圆起来了。 他很快地洗了脸,吃了早点,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到了十四路口,他看见前面是绿灯,刚想走过去,红灯亮了。 他叹了一分钟,他叹了一分钟,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他等了一会儿,才走过十字路口。 一会儿,他看见前面是绿灯亮了,车子开了,他又叹了口气,说,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他等啊等,一直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圆圆决定走到学校去。 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圆圆红着脸,低着头,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 李老师看了看手表,说,圆圆,今天你迟到了二十分钟。 圆圆非常后悔。 课文读得很流利,这些词语你能读准字音吗? 我们一起读读。 闹钟,迟到。 决定,已经,公共汽车,叮铃铃。 词语会读了,放在句子中。 你能读好吗? 叮铃铃,闹钟响了。 她向停在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眼看就要到了,车子开了。 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 圆圆红着脸,低着头,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相信同学们不仅读准了字音,还注意了停顿。 句子中有这几个字,是我们要会书写的。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拼一拼,在练习本上写一写吧。 对照答案,我们一起拼一拼,读一读,看看你们都写对了吗。 。 得应丁,丁。 知翁,中,中。 歌翁,共,共。 整体认读音节已。 经,经,已经。 自我坐,坐。 相信同学们一定把字写得规范、端正又整洁。 生字先写到这里,请同学们收起铅笔和练习本。 我们继续走进课文的学习。 细心的同学一定发现了,这篇课文中还有两幅插图呢。 请同学们再读读课文。 一边读,一边找一找。 课文中哪几个自然段写的是这两幅插图中的内容呢? 你们一定找到了。 第一自然段写的是第一幅插图中的内容。 第五六自然段写的是第二幅插图中的内容。 我们先一起学习第一自然段。 看着插图,读读这个自然段,边读边思考,你知道了什么? 叮铃铃铃铃,闹钟响了。 圆圆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心想。 再睡一分钟吧,就睡一分钟,不会迟到的。 有的同学说 我知道了 早上小闹钟响了 她在提醒圆圆快起床 可圆圆还想再睡一分钟 有的同学说 我知道了 圆圆听见闹钟响 打了个哈欠 翻了个身 就是不肯起床 我们一边读课文 一边看插图 认识了圆圆 你们听 叮铃铃 闹钟响了 圆圆打了个哈欠 翻了个身 心想 再睡一分钟吧 就睡一分钟 不会迟到的 你听出什么了 有的同学说 我听出了哈欠 是一个轻声词语 第二个字读得又短又轻 读住这个词语 哈欠 有的同学说 我听出了第二个句子中 有两个一分钟 老师读的语气是不一样的 因为圆圆觉得晚起一分钟 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一起读读这一段吧 叮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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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铃�铃�铃��� 就睡一分钟,不会迟到的。 一分钟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 圆圆起床了,她应该不会迟到吧? 我们一起读读与第二幅插图对应的五六字燃段。 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 圆圆红着脸,低着头,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李老师看了看手表,说, 圆圆,今天你迟到了二十分钟。 圆圆非常后悔。 课文中写道,圆圆不仅迟到了,而且迟到了二十分钟。 圆圆此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有的同学说,我觉得圆圆很不好意思。 她红着脸,低着头,看起来很难过。 还有的同学会想,圆圆肯定很沮丧。 插图中,她低着头,都不敢看老师。 文中有一个词语,写出了圆圆的心情。 读读这个词语,后悔。 体会着圆圆的心情,我们一起读读五六字燃段吧。 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 圆圆红着脸,低着头,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李老师看了看手表,说, 圆圆,今天你迟到了二十分钟。 圆圆非常后悔。 我们结合着插图,学习了课文的第一和第五六字燃段, 知道圆圆因为多睡了一分钟,最后迟到了二十分钟。 学习到这里,有一位同学有问题了。 他说,老师,为什么圆圆多睡了一分钟, 最后却迟到了二十分钟呢? 这位同学边读课文边思考,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走进课文的二、三、四字燃段, 去找找答案吧。 我们一起读读课文的二、三、四字燃段。 边读边思考, 为什么圆圆多睡了一分钟, 却迟到了二十分钟呢? 过了一分钟, 圆圆起来了。 她很快地洗了脸, 吃了早点, 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到了十字路口, 她看见前面是绿灯, 刚想走过去, 红灯亮了。 她叹了口气, 说, 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她等了一会儿, 一直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 圆圆决定走到学校。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找到相关的句子, 画一画。 一位同学从第二自然段中找到了答案, 她画了这个句子。 到了十字路口, 她看见前面是绿灯, 刚想走过去, 红灯亮了。 这位同学说, 圆圆因为多睡了一分钟, 没有赶上绿灯, 耽误了一些时间。 同学们, 你们找到这个句子了吗? 我们一起读读吧。 到了十字路口, 她看见前面是绿灯, 刚想走过去, 红灯亮了。 此时的圆圆只能站在十字路口, 焦急地等待着。 她叹了口气, 说, 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你听出了什么? 有的同学说, 我听出圆圆很后悔, 因为课文中写, 她叹了口气。 我们很后悔, 很失望的时候, 就会叹气。 还有的同学说, 圆圆说, 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她觉得自己不应该 多睡那一分钟。 是啊, 圆圆后悔不已, 我们一起读读。 读读读读课文的, 她叹了口气, 说, 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要是早一分钟, 好在哪儿了? 你能想想吗? 是啊, 圆圆是在想, 要是早一分钟就能赶上绿灯了。 我们一起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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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刚想走过去, 红灯亮了。 她叹了口气, 说, 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我们接着看。 为什么圆圆多睡了一分钟, 最后会迟到二十分钟呢? 你还从哪里找到了答案? 一位同学在第三自然段中 画出了这个句子, 她等了一会儿, 才走过十字路口。 她说, 从这句话中我知道了, 圆圆因为多睡了一分钟, 没有赶上绿灯, 所以没有及时通过十字路口。 等了一会儿, 才走过十字路口, 说明她不是等了一秒钟, 两秒钟, 而是有一段时间呢。 圆圆多睡了一分钟, 耽误的时间可不止一分钟啊。 读误, 她等了一会儿, 才走过十字路口。 还有的同学画出了这个句子, 她向停在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 眼看就要到了, 眼看就要到了, 车子开了。 她说, 从这句话中我知道了, 圆圆跑向了公共汽车, 马上就要到了, 车子却开了, 她没有赶上公共汽车。 这句话中有一个词语表示马上的意思, 你找到了吗? 是眼看, 读读, 眼看。 没有赶上公共汽车, 所以又耽误了时间。 圆圆又叹了口气, 说, 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你还能听出什么? 有的同学说, 我听出圆圆更加后悔了, 因为她又叹了口气。 有的同学说, 圆圆太后悔多睡了一分钟, 因为这一分钟, 她错过了公共汽车。 就像你们说的, 此时的圆圆只好站在路边喘着粗气。 我们一起读读。 她又叹了口气, 说, 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早一分钟好在哪儿了? 你能想想吗? 圆圆是在想, 要是早一分钟就能及时通过路口了。 要是能及时通过路口, 就能赶上公共汽车了。 我们一起读读读这一自然段。 她等了一会儿, 才走过十字路口。 她向停在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 眼看就要到了, 车子开了。 她又叹了口气, 说, 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错过了公共汽车的圆圆, 只好站在路边等。 有的同学还画出了这个句子。 她等啊等, 一直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 圆圆决定走到学校去。 有的同学还说, 圆圆等了很久, 一直不见公共汽车来, 就走着去学校, 又耽误了时间。 我们一起读读这个句子。 她等啊等, 一直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 圆圆决定走到学校去。 刚刚, 我们一边读课文, 一边找到了。 圆圆晚起了一分钟, 却迟到了二十分钟的原因, 并画出了有关的句子。 请你再读读这些句子, 试着说说, 为什么圆圆多睡了一分钟, 却迟到了二十分钟呢? 到了十字路口, 她看见前面是绿灯, 刚想走过去, 红灯亮了。 她等了一会儿, 才走过十字路口。 她向停在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 眼看就要到了, 车子开了。 她等啊等, 一直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 圆圆决定走到学校去。 有的同学说, 因为她没有赶上绿灯, 就没有及时通过路口, 耽误了一些时间。 有的同学说, 她没有及时通过十字路口, 所以没赶上公共汽车, 耽误了一些时间。 还有的同学说, 她没有赶上公共汽车, 只好走着去学校, 又耽误了一些时间。 我们通过阅读这些句子, 知道了圆圆没有赶上绿灯, 没有及时通过十字路口, 没有赶上公共汽车, 最后迟到了二十分钟。 圆圆非常后悔。 她说, 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要是早一分钟, 会怎么样呢? 你能根据课文内容, 说一说, 填一填这几个空吗? 我们看看这位同学填写的答案。 一起读读。 要是早一分钟, 就能赶上绿灯了。 要是赶上绿灯, 就能及时通过路口了。 要是能及时通过路口, 就能赶上公共汽车了。 要是能赶上公共汽车, 就不会迟到了。 你和她填写的答案一样吗? 是啊, 要是早起一分钟, 圆圆就不会迟到了。 课文学习到这里, 你想对圆圆说些什么呢? 有的同学说, 我想告诉圆圆, 一分钟虽然不长, 但是我们也应该珍惜。 有的同学说, 圆圆,你要安排好时间, 做时间的小主人。 看来, 同学们都明白了时间的宝贵, 那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篇课文吧。 圆圆打了个哈欠, 翻了个身, 心想, 再睡一分钟吧, 就睡一分钟, 不会迟到的。 过了一分钟, 圆圆起来了。 她很快地洗了脸, 吃了早点, 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到了十字路口, 她看见前面是绿灯, 刚想走过去, 红灯亮了。 她叹了口气, 说, 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她等了一会儿, 才走过十字路口。 她向停在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 眼看就要到了, 车子开了。 她又叹了口气, 说, 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她等啊等, 一直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 圆圆决定走到学校去。 到了学校, 已经上课了。 圆圆红着脸, 低着头, 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李老师看了看手表, 说, 圆圆, 今天你迟到了二十分钟。 圆圆非常后悔。 你们看, 迟到的圆圆坐在椅子上, 红着脸, 低着头。 她想, 明天我一定不迟到了。 第二天早上, 天刚蒙蒙亮, 叮铃铃, 闹钟又响了, 圆圆会怎么做呢? 一位同学说, 圆圆立刻从床上起来了。 一位同学说, 听见闹钟响, 她马上穿好校服, 把脸洗得干干净净, 吃了妈妈做的丰盛的早餐, 就出门上学了。 还有一位同学编了一个小故事呢, 我们一起听听。 叮铃铃, 闹钟响了, 圆圆马上起床去洗脸, 吃早点, 然后背上书包去上学了, 她来到路口, 正好赶上绿灯, 她快步走了过去。 刚走过马路, 看见公共汽车开了过来, 她高高兴兴地坐上了车。 还没上课, 圆圆已经坐到了座位上, 她决定每天都早早起床, 再也不迟到了。 听了这个故事, 圆圆特别高兴, 她一定会成为故事中 那个珍惜时间, 合理安排时间的孩子。 今天, 我们继续学习了课文一分钟。 相信通过学习, 同学们知道了, 每一分钟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非常宝贵的。 请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中, 也能做一个珍惜时间, 合理安排时间的孩子。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同学们, 再见!